弟兄姊妹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 与犹太人和敬前的人 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 还有一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 与他争论 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 他们就把他带到雅略巴谷说 你所讲的这新道 我们也可以知道吗 第二段 我们请姊妹们读 请 保罗站在雅典等候他们说 我决定的神可以敬会 我游行的是豪宏 我爱你们所敬会的买 de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好 第三页我们请大家一块来读 请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的 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 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 向人用手艺 心思所雕刻的金 银 石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监察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平均 好 谢谢 我们低头有一点点的祷告 主 我们感谢你早晨把我们聚集在这里 我们求你在这时候拆迁你的圣灵 运行在我们当中 你也把你的话语解开 让我们从其中得着供应 得着亮光 也祝福每一个来寻求你的人 你说寻求的就必寻得 求你祝福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 是关乎一个人 叫做保罗 那么保罗呢 曾经在两千年前 大概在今天的土耳其 还有罗马尼亚 希腊 雅典这一带呢 传过福音 那么他大概讲到呢 我相信大概有上千上万篇的道 但是当圣经 使徒行传来记载他的讲章的时候呢 只记了三个 一个是在使徒行传 第十三章 是他对犹太人讲道 还有一个呢 是使徒行传二十章 是他对教会讲道 那今天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十七章呢 就是保罗对外邦人讲道 就是他如何把这一个基督的信仰 以跨文化的方式 带到当时最高的文化族群中间 就是希腊人 那么这大概是公元五十年左右 希腊的雅典呢 是当时的一个非常文化气息浓厚的城市 在整个罗马帝国 当时呢 只有三座大学城 一个就是埃及的亚利山大 一个就是使徒保罗的家乡 叙利亚的大树 还有一个就是希腊的雅典 所以当时在雅典呢 这个外来的人非常的多 有些是来留学的 有些是来讲学的 所以他们说三分之二的人口呢 都是外来的 当使徒保罗他到了雅典的时候 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啊 他就心里非常的着急 那他就呢 和当时的两个哲学门派的辩论 我们回到前面第一章 回去一下啊 对不起往下 他在第一章再往上去 对 这里啊 他说 他与犹太人和敬前的人 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 这个是呢 就是市场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小隐呢 就隐于零 大隐呢 就隐于四 你们晓得 这个张飞从前是干什么的 张飞是卖猪肉的 刘备是干什么的 刘备是卖草席的 司马相儒是干什么的 司马相儒是卖酒的 所以从前这些能人志士 好像孟长军 他要找他的门客 都是到市场上去 这些人呢 都是隐藏在 不同的这个职业当中 那么他就找到两个哲学门派 那这两个哲学门派呢 都是希腊 大概在公元前四五百年的时候 就开始的 当时公元前四五百年的 东西双方都是人才辈出 西方好像有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斯多德 东方像释迦牟尼 也是公元前五百年出生的 像中国所有的子 孔子 孟子 老子 庄子 寻子 墨子 韩非子 全部都是公元前四五百年出生的 奇怪 过了这段时间呢 东西双方都极尽了 所以这两个哲学门派呢 一个叫做一笔古罗 那这一派呢 就是讲究 及时行乐 这个 今日有酒 这个 今遭罪 不必管千秋万事 只要管 朝朝暮暮 所以这一派呢 是相当的一个当时的享乐派 他们不敢讲 没有神 因为苏格拉底当时被官府 这个判他死罪呢 就是因为说他是无神论 没有人敢讲没有神 但这一派就说呢 这位神啊 太远了 他创造天地之后呢 他去睡觉了 好像一个钟表将 把这个钟做好之后 上了发条 就让他自己走 神造了天地 就让这个自然律呢 来运行管理整个的自然界 所以这是一派 还有一派呢 叫斯多亚 那这一派的创始人呢 叫Zeno 他喜欢站在希腊神庙的柱子旁边讲学 希腊的这个神庙的柱子呢 希腊文发音叫Stoic 所以这一派我们叫Stoic 那这一派我们中文就翻作 斯多亚 那这一派呢 比较像中国的儒家 所以这两派的学士呢 和保罗谈话 那他们保罗讲的呢 他们没有听过 于是他们就把保罗呢 就带到亚略 八股阿里奥帕库斯 那阿里奥就是战神 希腊的战神 那么到罗马就翻作Mars 这个帕库斯呢 就是山 所以翻作战神山 是当时的议会所在 那么如果你今天去这个阿里奥帕库斯呢 他就是希腊的最高法院所在地 所以保罗呢 就和他们辩论 下一页 保罗说 众位雅典人呢 他说我游行的时候 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这个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啊 是差不多一百年前翻译的 所以对我们今天的讲话呢 有一点距离 这里说游行 不是保罗刮车游行 这里讲的呢 就是保罗说 我逛街的时候 看见你们呢 这个有一座坛 上面写的卫士之神 这个希腊人呢 他们非常聪明 他们拜很多的神 但是所有拜神的都有一个相同点 什么相同点呢 就是不怕多拜 只怕少拜 拜多了 不一定有好处 拜少了 肯定有麻烦 所以呢 他们聪明到一个地步 就找了一座坛上面写的卫士之神 就是虽然我不认识你 我也敬拜你 希望你呢 不要呢 来找麻烦 圣经里说 贪心与拜偶像的同罪 就是所有拜偶像的呢 他都有一个纯心 就是贪心 就是求福 求兽 求子 这个 求孙 所以 这个每一个拜偶像的人 不管他的态度多虔诚 不管他奉献的香油钱 有多贵重 心里面都是一样 我是来付服务费的 就是我今天拜你 给你上一炷香 你要好好吃我 升官发财 哎呀 所以 我记得 在台湾 有一次他们发觉 有一批的偶像 神像 被放在海滩 面向大海 每个偶像的眼睛都挖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人喜欢赌 这个有一阵子他们说 这个 这个 ROC啊 这个不是Republic of China 是Republic of Casino 台湾全岛都在赌啊 赌呢 叫求名牌 我到现在还不懂什么叫名牌 到偶像就问 问出来了 就填 结果呢 填 求的名牌啊 通通不准 所以呢 就把那偶像的眼睛挖掉 都是有眼无珠啊 我还听过有人 威胁他的偶像 说这一次你要灵 你如果这次不灵的话 我就到另外一家去了 哎呦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来 追求真神 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哦 李牧师讲到 如果讲一句话得罪我了 我就找另外一家去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他们说偶像 有一道实 什么叫一道实呢 就是一口无言 二目无光 三餐不食 四肢无力 五官不灵 六亲不认 七窍无通 八面威风 九坐不动 实在无用 我刚刚从温哥华来 那么有一次我去那边传福音 听一个见证 我印象很深刻 那这个弟兄呢 他从前是拜偶像 他非常虔诚 到处去拜 最后拜到一个偶像最有名的地区 什么地区呢 就是泰国 他说他就找了一尊很高的雷神 就在下面点香膜拜 献上这一些的东西 拜完之后他就看 他做见证说 当他看完之后 他决定这一辈子再也不拜偶像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雷神头上看到一个避雷针 哇 他想 难道雷神还怕打雷吗 一定是假的 我们中国人 我们 我们中国人的文字啊 自从周朝以后就比较有系统 也比较准确 我们中国人称这一位创造宇宙的主宰 不是称神 因为我们中国人啊 神鬼是一类 敬鬼神而远之 我们中国人称神啊 我们是称作往下去啊 再往下去 我们中国人称神啊 是称天 这个孔子说 祸罪于天 无所倒也 你得罪了天 你祷告都没用了 他这里孔子说 天和盐灾啊 四时行焉 百步生焉 天和盐灾 天不要讲话 你只要看见 四季的运转 你只要看见 百物的生长 你就知道 这个天是存在的 你知道地球和太阳 距离大概是 一亿五千万公里 所以地球呢 这个 每一天呢 大概要跑 将近两百万公里 才可以在 三百六十五天 六小时 九分钟 九点五四秒 跑完这么一圈 它的时速 我们今天开车 时速 你标到一百五 我就看见 在这个 这个牌子上写 你要罚一万块钱 哇 吓死人了 这个地球的时速 每一个钟头 跑十万公里 这个用飞来讲 还形容不够 好 我请问大家 这个地球绕太阳 绕多久了 金峰 绕多久了 你随便说 随便说都挺 有人说绕十万年 一百万年 十一年 反正科学家根本不知道 老乱猜 但是不管绕多久 它连零点零一秒 也没有差过 你今天买一个劳力士表 哇 好准啊 十年也要差一秒吧 如果地球绕太阳 十年差一秒 今天我们过夏天 就是二月 懂我的意思吗 也就是说 这一个地球和太阳 它的运行 不是偶然的 不是碰巧的 是设计的 所以中国人称天是对的 再看下一页 孟子怎么说呢 孟子说 老天爷是有耳朵的 老天爷是有眼睛的 而且天将将大任 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牢其筋骨 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们中国人 的观念里面 我们是有神的 我们是有天的 所以当你 真的没办法的时候 你要喊老天爷啊 穷则忽天啊 是不是这样 但是当我们再考察 这个周朝前面一个朝代 叫什么朝代啊 上文历史都忘了 商朝哈 这个商朝的甲骨文里面 他们称这一个神 就不叫做天 叫做上帝 高天上帝 为什么叫上帝呢 不读圣经啊 你就不懂 我们看下一节圣经 创世纪十七章说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 耶和华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这个全能的神啊 中文圣经翻的不是那么达意 他的西伯来文呢 叫做El Shaddai 这个意思呢 就是一个母亲的怀 就是当一个婴儿 当一个小baby生下来的时候 这个母亲就把他抱在怀里 这个母亲的怀呢 就是这个小baby所需要的一切 是他的客厅 是他的卧室 是他的饭堂 有的时候呢 还坐了厕所 也就是说这个母亲的怀的 就是这一个小婴儿 一切需要的满足 所以有人翻作 不只是全能 而且是全风 全足 全有 好不好 我跟你们一起念一遍 这个西伯来文好不好 跟我一起念 El Shaddai 不要害羞啊 今天你什么都没得到 至少学会一句 西伯来文 El Shaddai 这个El 就是我们散族人啊 称神 所以这个阿拉伯人叫 这个阿拉 他这个 也有这个El的音在里面 这个Shaddai呢 就是这个怀的意思 为什么神要对亚伯兰 就是亚伯拉罕说 我是El Shaddai呢 这是神第一次 告诉人说 他的名字叫什么 这是第一次 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的人呢 他是中国历史上 差不多是夏朝时候的人 夏张州啊 夏朝 大概是绍康中心的时候 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 我是全封全足全有的神 为什么神会对亚伯拉罕这样说呢 因为亚伯拉罕他是大富户 现在你有没有钱啊 就是看你银行存着怎么样 那个时候看有没有钱啊 看你牛羊骆驼怎么样 哇亚伯拉罕牛羊骆驼 成群无数啊 他什么都有 就是有一样没有 什么没有啊 没有儿子 很多国内来的人 弟兄姊妹 因为一胎的字的关系 所以很多来到加拿大呢 都是我就发觉 老大呢就十四五岁 老二呢就两三岁 我就劝这些弟兄姊妹 我就说 要生的话就要早生 什么都可以等 生儿子这个不能等啊 越等越没有 亚伯拉罕这个时候 年纪九十九岁啊 圣经说他看自己的身体 如同一死 他太太的生育能力 早就断绝了 但是神对他说 我是 是 el shad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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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念几遍 就是上帝 所以神在每一个民族里面 都留下一点蛛丝马迹 所以今天很多民族 讲到神的时候啊 他都有这个d的音在里面 英文 Divide Dirity 这个希腊文 有谁在读神学的 有没有 你们都没有 这个希腊文的这个 这个神的发音就是Dias 印度文就是Dia 也就是说这一个神 他在各处都留下一点蛛丝马迹 让人来认识他 这一本圣经 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 所有的人类是一个民族一个语言 到了十一章末了 神就变乱人天下的口音 所以就分了不同的民族 但是所有民族开头的记性 都是一样的 我和大家看几个例子 圣经是说太初有道 道就是神 万物是借着他 就是借着道造的 在老子《道德经》二十五章 他说 而且这个道是有生命的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我们再看下一章 圣经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就在第七日 歇了他一切的功 在《易经》 这一个经是非常难读的一个经书 很多算命的都是根据这一本书 我们从前有一个姊妹叫崔碧霞 她有一个姐姐是算紫威斗树的 你如果要去请她算的话 你要排队很久 这个价钱也很高 有一次好不容易 这个崔姊妹呢 就把她姐姐请来聚会 她的姐姐坐在聚会里面呢 眼睛也不张开 这个口也不打开唱歌 哎呀 这个妹妹就很急啊 居然会之后就怪她姐姐 她说就是做人吧 你也装一装嘛 陪我们这么开开口嘛 她姐姐说不 你们聚会里面有一个大光啊 我张不开眼 她说你们的歌声啊 上达九重天啊 哇 我们听了好高兴啊 我都不知道我们机会有这么了不起啊 这个一金富卦 他怎么说 反复祈祷 七日来复 天行也 这个七天的循环呢 是天的行动 是天的作为 我们再看一个 圣经说 有何从一面流出来 滋润那原子 从那里分为四道 在淮南之地行训 天下有四水 不是三水 不是五水 是地之神泉 以润万物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再点一下 在圣经里面 说原子当中 又有生命树 和分别善恶的树 在山海经 海内西经 他说有一棵树 叫做不死之树 又有 里泉 瑞木 里泉 就是田的泉水 瑞木 就是智废树 你记得 当夏娃 伸手 摘 善恶之食树的果汁的时候 他说 这一棵树的果汁 月人眼目 好做食物 还有什么 且使人有智慧 我们再看一个 当人犯罪之后 圣经说 于是把他 就是亚当的 赶出去了 又在伊甸园的东边 安设基禄伯 和四面转动 发火焰的剑 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上书 这一本书 是中国最老的书 原来叫做 上古之书 简称上书 在旅行篇里面 说乃命 从离 绝地 天通 本来地和天 是有通道的 当人犯罪之后 这个通道 被切断了 我们再看一个 在圣经里面 说到洪水 说水是在地上 极其浩大 天下的高山 都淹没了 等到洪水过去之后 神说 我把洪 放在云彩中 水就不再泛滥 毁坏一切 有血肉的物了 在淮南之揽名篇 他说 亡谷之石 四极肺 九州烈 水 浩阳 而不息 于是女娃 炼 五色石 以捕 苍天 我请问大家 这个五色石 是什么 五色石 就是彩虹啊 罗亚一家八口 进方舟 今天我们写船 就是一个舟 旁边一个八 一个口 我们中国人 所有的文化 都在饭碗里面 林达 你们家几口啊 几口 就是几个人 罗亚一家八口 八个人进方舟 这就是第一艘船 我们英文讲 罗亚 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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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念几遍 就是女娃了 圣经告诉我们 罗亚 整六百岁的时候 二月十七号 他进方舟 圣经里很少 记一件事 是记 记月 又记日的 你们中间有谁 二月十七号生日 一个都没有 如果有的话 就是和罗亚 同一天生日 好 我再请问大家 罗亚出方舟 是几月几号 现在翻证 已经来不及了 罗亚六百零一岁 二月二十七号 出方舟 中国人 这个西国来人 跟中国人一样 都是用英里 一年十二个月 六个月三十天 六个月二十九天 罗亚从六百岁 二月十七号 到六百零一岁 二月二十七号 所以 六个月三十天 一百八十天 是吧 六个月二十九天 是一百七十四 我们的心算都很好 一百八十加一百七十四 等于多少 多少 多少 三百五十四 二月十七到二月二十七 有十一天 三百五十四加十一 等于多少 多少 三百六十五 三百六十五是什么 就是一年啊 我们中国人说 什么叫年 年就是大年三十晚上 有一个恶兽 啊 出来吃人 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 哎呀 这个你没被吃掉 啊恭喜恭喜啊 什么叫年啊 就是洪水啊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圣经的神 就是我们祖宗的神 圣经所启示的神 就是我们从前祖宗所拜的那一位 你到北京的天坛去 从前天子都要在那里祭天的 里面有没有偶像啊 有没有看到偶像 有没有 去过没有 你们去过没有 去过 有没有看到偶像啊 没有 没有 我们的祖先是有神的 但是我很心痛 这六十年无神论的教育 把很多中国人都认为没有神啊 不是 我们的祖先是有神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马里逊在1808年 把福音带到中国 那个时候清朝根本不准他进 进中国本土 他只能在澳门翻译圣经 今天基督教入华 整整超过两百年 但是在一些的有识之识的心目中 基督教还是洋教 耶稣还是洋菩萨 但是我告诉大家 今天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 就是我们祖先所拜的那一位 你如果不认识这位神 你才是数点望主啊 真的 保罗在这里他介绍这一位神 他怎么介绍呢 我们一起读 再读一下这一节啊 十多一段十七档 请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疆界 要叫他们寻求神 保罗在这么高的一个文化的 涵养的民族当中 他所介绍的这位神啊 第一他告诉他们 这一位神是创造的神 就是这一个神 他创造了万有 创造了人类 一切都是他创造的 不是碰巧的 不是偶然的 不是随机的 创造和进化 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进化是没有目的的 创造是有目的的 当一个木匠 做这个台子的时候 他是有目的的 当一个学机械的人 造这个麦克风的时候 他是有目的的 如果这个台子 你把它放在这个库房里面 当做这个垃圾桶 他如果有生命会讲话的话 他要说我好虚空哦 我没有被用到我创造的目的 今天为什么你会觉得虚空 亲爱的弟兄姊妹 因为你没有和你的 被造的意义联起来 丹妮 丹妮 你一年赚多少钱啊 你不要告诉我啊 我只问你够不够啊 我不相信 有弟兄啊 说够 有弟兄我问他 他说 我太太说不够 丹妮我跟你讲 有人比你赚的多十倍 他还觉得不够吗 是不是 我有一首打游诗啊 我是非常喜欢 他说 终日奔破只为鸡 就是肚子饿 方才一饱便是一 一时两般距以足 又是娇柔美貌鸡 取得美鸡生下子 恨无田地少根鸡啊 哎呀 这个加拿大房子 越来越贵啊 梁田治的多广阔 又嫌兆头无马骑 这个要买车哈 兆头扣了罗河马 恐无官职被人欺 欺品县官还嫌小 又想朝中挂子一 当朝一品 为宰相 够不够啊 还不够 当朝一品为宰相 又想山河夺地基 心满意足为天子 够不够啊 哇 你好贪心啊 单位 从吃不饱饭 到做了皇帝 你还要什么 心满意足为天子 又想长生不老旗啊 一旦取得了长生药 够不够 一旦取得了长生药 再跟上帝 论高低啊 若要人间 心田足啊 除非难科 一梦兮 也就是说 不管你赚了多少 不管你房子多大 不管你官位多高 你永远不会满足 是不是 因为外面的东西 你拥有了 不证明你里面就有了 你可以买床 你买不到睡眠啊 你可以买戒指 买不到爱情啊 你可以买大房子 但是可能没有家庭到温暖了 就是很多人以为 有了外面了 就有里面了 不是这样 所以唐伯虎有一首诗 我也蛮喜欢 他说 世上钱多赚不进 朝中官多做不了 钱多 官大 心转忧啊 自家早把 白头烧啊 请君 戏点 眼前人 一年一度 埋荒草 草里高低 多少坟啊 一年一半 无人少 真的 今天 很多觉得 世界上少不了他的人 这种人坟墓里面太多了 今天你得着多少 我保证你 没有满足 有人说 大陆的女孩子 现在要嫁什么丈夫呢 要嫁 五元丈夫 身份是官员 身材是运动员 收入是球员 相貌是电影演员 态度是小科员 是不是 台湾的女人很不幸 没有 武权 武元丈夫 但是台湾呢 有五权丈夫 收入全交 说话全听 生气全受 家事全做 最后 剩菜全吃 他们说男人要做什么事业呢 男人的事业最好就是 钱多 事少 离家近 位高 权重 责任轻 睡觉 睡到自然醒 领钱领到 手抽筋 我告诉大家 你如果真的是 嫁了这个丈夫 你如果真的是 做了这个事业 你还是一样的 虚空的虚空 因为你不明白 你被造的意义 因为你没有 和神的旨意 连起来 所以你的人生 好像无头疮音一样 到处撞 到处撞 人家移民 你也跟着移民 移民到加拿大好不好 不一定哦 他们说加拿大 什么都大 芹菜大 茄子大 连生的儿子也大 但是这么大一个加拿大 满足不了你 小小的心房 因为 那一个地方 是神创造 为自己留下来的 保罗不仅介绍 这位神是创造的神 他还介绍 这位神 是有另外一面 我们一起来读 请 其实 他离我们 个人不远 我们生活 动作 存留 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 做诗的 有人说 我们也是 他所生的 这一位神 不像哲学家说的 他创造了天地 他就去睡觉 他是与我们 非常近的 圣经里面说 他就在我们的口里 就在我们的心里 今天 很多人 不认识神 原因啊 就是不认识自己 50年前 你去问 心理学家 他会告诉你 人生最高的追求 是什么呢 人生最高的追求 是快乐 每一个人 都在追求快乐 但今天 心理学家 不这样说 心理学家说 你人生 最高的追求 就是关系 关系 relationship 为什么 你会得忧郁症呢 你的关系不好 你和丈夫的关系不好 你和儿女的关系不好 你和老板的关系不好 今天我请你吃一桌宴席 满汉全席 但是坐在你旁边的 是你最讨厌的人 我告诉你 你一口也不想吃 为什么 关系不好 但是在所有的关系里面 有一个最重要的关系 就是和神的关系 你知道很多的孩子 他们读书 住在东岸的 就要到西岸去 在多伦多 家在多伦多 在挖个路的 就喜欢到温哥华去读书 在温哥华的 就喜欢到多伦多来读书 你知道为什么吗 离家越远越好 我们这些人离神 也好远 我跟我 我跟李师父谈恋爱 完了之后 台湾的男孩 都要去当兵 当兵的时候 每天操课 哎呀 这个受苦啊 受不了 我几乎啊 都忘掉他长什么样子 我就把他的照片 放在口袋里面 我要拿出来看看 我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 今天人离开神 好远啊 甚至有哲学家说 上帝死了 上帝没有死 是你忘掉他了 他仍然在来寻找你 今天我们这一个人 我再说 我们不认识自己 我举一个例子 当这个苏东坡 在瓜州当官的时候 瓜州是在长江边的 一个小镇 那么他在那边当官的时候 他就写一首诗 叫做 几首天中天 毫光照大间 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荆帘 他这首诗呢 其实是写他自己 什么叫八风呢 就是你人生所遭遇的 一切事情 联合起来讲呢 就是撑机毁育 力衰苦乐 这八件事情呢 像风一样 会把你吹得摇摆 吹得昏头转向 但是苏东坡说 我八风不动 他就把这个诗呢 请人呢 送过江 给他的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看了之后 批了两个字 叫这个人带回来 对不起 这两个字不雅 但是不说不行 叫做放屁 苏东坡一看 马上过江 找他的朋友 糟糕 朋友出门 只剩下这个门口 一幅对联 叫做八风吹不动 一屁打过江 哪里吹不动啊 吹得动的呀 再看下一条 所以希腊的谚语是说 最困难的事啊 就是认识自己 西班牙的谚语是说 自知之明啊 是最难得的知识 马来西亚的谚语是说 天上的繁星数得清啊 自己脸上的眉烟 却看不见 日本的谚语是说 给自己唱赞美歌的人 听众只有一个 谁啊 就是自己 你只有唱给自己听啊 非洲的谚语是说 最灵敏的人 也看不见自己的脊背 对不起 我们都是不认识自己的人 我们都觉得了不起 特别是 能移民到加拿大的中国人 都是有两把刷子的人 是不是啊 不是猛龙 不过太平洋啊 能够到这里 都是有两下 但是对不起 圣经是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但是神赐恩给谦卑的人 如果你认识自己 你就认识 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神 我们的神不仅是创造的神 我们的神不仅是 与我们有关系的神 我们的神也是救赎我们的神 我们一同读这一节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监察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 都要悔改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平衅 这一位我们的神 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下来 就像我们刚刚 几个弟兄领的诗歌 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说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我请问大家 什么叫甚至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习近平兄 你说说看 什么叫甚至啊 就是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 他把自己给光了 给穷了 神把自己 他把他的一切都给了我们了 给我们干什么呢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我们都犯了罪 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耶稣基督流血 他就是要来洗净我们的罪 让我们与神的关系 能够复合 什么叫做罪 罪就是一种关系的破裂 你得罪你的妻子 就是关系的破裂 你得罪你的老板 就是关系的破裂 耶稣基督 当他伸出双手 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把神和人 重新再拉在一起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看见神与人的复合 有一首诗 据说是清朝康熙皇帝写的 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好 他说 功成十架 血成西 百丈恩流 分至西 福音呢 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生裂四崖 半夜路 主耶稣半夜 被压走的时候 牙翼带着他走 图方三倍 两三击 主耶稣对他的门徒 彼得说 今日击叫两次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五千鞭塔 寸福利 主耶稣被鞭打 罗马人的鞭打 叫蝎子边 上面是有铁钉的 铁钩的 打下去 拉起来 连皮带肉 六尺玄垂 二道旗 中国人 中国男人 称自己的身躯呢 叫做六尺区 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 有两个强盗 跟他挂在一起 惨动八爱 金九品 九品是最小的官 主耶稣要断气的时候 有一个百夫长说 看啊 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儿子 最后七言一闭 万灵提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说了七句话 那这首诗我觉得 他把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救恩 完全描写出来 如果这个诗是康熙写的 我相信康熙真的是基督徒 这首诗是 因为后来因为礼仪之争 所以呢 他才把这个 整个的基督教驱逐中国 那么这首诗的好处呢 他把中国所有的数字 都包含在里面 有半 有一 有二 有三 有四 有五 有六 有七 有八 有九 有十 有百 有千 有万 就是这一首诗 包含了所有的人 不管你有钱也好 没钱也好 你只有半块钱也好 你有千百万也好 他都把你包含在里面 耶稣基督的救恩 是为着每一个人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觉得 这首诗把耶稣基督的救赎 说得非常好 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我们最后再一起读一节 圣经 以赛亚书53章6节 我们一起读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我们说一个小孩子走迷路了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去把他找回来 一只羊走迷了怎么办呢 我们把他带回来 但是圣经里说羊走迷了 不是带回来 因为这一个迷路 乃是因为关系的断绝 就是有罪 当一个孩子 只要离开父母 他就是迷路了 今天我们这些人都远离神了 神要怎么办呢 神就使我们的罪孽 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 流血 洗尽我们的罪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 来恢复和神的关系 这一位神 对我们就不再是 为世之神 我们愿每一个人在今天 都能够借着耶稣基督 来认识这一位神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吗 我相信你是愿意的 我们低头一同的祷告 在我祷告的时候 我会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向大家发出呼召 如果你愿意 我希望你有一点表示 你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我们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今天你把这么多的朋友 都带到你面前 来聆听你的救恩 来认识你所完成的救赎 主啊 我们觉得每一个朋友 来到你面前都是宝贝 我们但愿你的救恩 今天就临到他们 让他们今天能够认识救主 接受救恩 请大家继续低头 我在这里发出呼召 我不晓得有没有任何一位 你在这个时候 你心里有一点的感动 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 恢复你和神的关系 如果你愿意 好不好请你举一个手 我们人就低着头 不要看别人 有没有任何一位 有没有任何一位 就在今天 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请你举手 好不好 感谢神 请放假 感谢神 请放假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感谢神 请放假 还有没有 今天就是这个时候 有没有任何一位 对 祢的恩典临到他们 我们相信祢的救恩拯救他们 我们求祢祝福 每一个举起来的手 每一颗向着祢敞开的心 谢谢祢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那我希望这几位举手的朋友 弟兄姊妹 可不可以会后的时候 能够到张帝兄那 告诉他一下 这样子我们可以和祢保持联络